切好配菜 接着猪胶小龙虾 先刷再修剪 整盆就下锅 大火爆炒 瞧着整盘红彤彤的小龙虾 看了都饿了 但这可不是什么餐厅饭店 而是中国大陆第一家 小龙虾专业学院 我们的口号是 前脚龙虾 后面谁家 小门口直接摆了个 重打一百顿的巨无霸小龙虾 一般三十个人 学什么呢 油闷是三香蒜蓉清蒸 数十种料理方法都要会 这是课程本身 也是课间美食 牵着你的手 搂着你的腰 掀开你的红盖头 然后深情吻一口 大家闻到味道了吗 想不想吃 想不想 想 要记住味道 不能管自己吃 在小龙虾学院 烧虾培训比重 其实只占几个月 基础的刀工 颠勺 翻锅 或是凉菜 热菜面点都要学 甚至连英文 也被列专业课程 古书练功讲究什么 叫人刀合一 人剑合一 当我们在练基本功的时候 也叫人锅合一 不过吸引学生的 除了美食 还有百分之百的就业率 毕业工作第一年当帮厨 平均工资在台币三万上下 工作一年半到两年后 竟身为独立烧虾师傅 就可以领到四点五万 还有更多人是学成后 干脆自己开店当老板 小龙虾也是比较火爆的 所以说要选择这个专业 然后想到以后 有个更好的出路 可以的话和我弟弟一起开个盘店 小龙虾贵为中国大陆的 国民网红美食 专业人才缺口大 也难怪小龙虾学院的学生 毕业都不怕 找不到工作 东森三天新闻综合报导